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悉尼 从我今天这层穿着大概可以感觉到 我已经是一位进入职场的专业女性 然而对于那些跟我当年一样 从中国不远万里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们 想要在正式进入美国职场之前 感受全职员工的生活 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一名实习生了 想要了解在美国公司的工作环境 以及中国留学生们是如何挑战自我的吗 今天走进美国将带你去看看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公司的实习生活 来自广东的刘刘 目前就读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 研究生一年级 专业是会计 跑银行是他经常要做的工作 因为明年就要毕业的他 现在在一家叫做DCI的咨询公司当实习生 我在国内就是有比较多的实习的经验 就是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读书的人 我就很喜欢工作 或者说跟人交流这样子 我不喜欢做研究 因为我有自己的以后的规划那样子 所以来美国之后我就开始找实习 才来美国短短一年的时间 这已经是留留的第三份实习工作 但是不同于之前的两份 这是一份有工资的实习 因为我是按小时算的 就是每小时的话是20美金 布莱恩·皮尔科是DCI咨询公司的营运副总裁 也是留留的实属上司 我们一直找机会雇佣我们能找到最好的最优秀的人 于是我们想到附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试试看 并发出工作申请信息 我收到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的申请 但是我没有刻意要找中国籍的申请人 皮尔科雇佣了三位中国留学生 今年同样是研究生一年级 来自北京的桑索萨 目前在DCI负责网站的开发维护 我一直觉得就是实习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学生就是作为学生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有假期 然后我觉得从大学开始 就是你的假期就不应该再是跟小伙伴玩啊什么的了 就应该是去丰富一下自己的社会经历 然后去为以后的找工作来打算 在暑假期间 实习生们一周五天 每天八小时全职工作 开学以后 他们每周工作最多二十小时 他们非常负责 非常专注于自我提升 发展个人的职业技能 是非常理想的员工 是我们公司的理想职员 除了职业技能之外 皮尔科对中国实习生 有什么自我提升的建议呢 这非常明显 就是沟通 更好的英语 当你来到这里 你可以学到文化差异 也可以学到英文 我们评选的第一要素 就是用英语沟通的能力 留留的志向是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但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想要变成正式的全职员工 必须要有工作签证 就是一般说的H1B签证 最底层的话就是他能够给我提供H1B签证 因为这个是我留在美国的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否则的话我根本就不能留在美国了 因为在美国生活我是非常非常向往 而且很喜欢 我之前就很想来 我现在来之后 我觉得就是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 当然我不会想回国这样子 那这是我的一个最低层的一个要求 美国公司为外籍员工申请工作签证 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 也必须证明付给外籍员工不低于本国员工的薪资 而这间小公司愿意赞助工作签证 给中国实习生的可能性为何呢 我不知道答案 我们从来没有走过这个程序 我们研究过也很有意愿 雇佣实习生成为正式职员 如果他们也愿意留下来的话 我们不知道这个程序有多困难复杂 但就需要条件而言 我想我们公司符合法规上的要求 应该可以赞助 刚才我们去过了一家美国咨询公司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家美国大型IT企业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中国实习生们 在这里是如何参与工作的呢 AOL 美国在线 是一家知名的全球网络公司 有员工约一千人 我们来到它位于维吉尼亚州 斯特林市的办公大楼 环境十分优美 这里是今年刚从乔治华盛顿大学 统计研究所毕业 来自上海的蒋思雨实习的地方 这是一个IT公司 所以IT公司本身的氛围 你也可以看出这边的氛围非常的活泼 然后贴着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花花绿绿 我们的logo也是花花绿绿的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active的一个环境 然后包括我的team的member都很nice 蒋思雨很喜欢目前实习的公司 他为我们简介了一番附近的环境 我们这边就是周围包括一圈都会有一些会议室 那么会在不同的会议室进行一些微客的会议 我们这边是一个茶水室 然后通常里面会有免费的一些咖啡啊 然后牛奶啊 然后水啊之类的 这边是打印室 然后打印机也是到处都会有嘛 这么舒适自在的工作环境 的确非常吸引人 而蒋思雨又是如何拿到这个实习的机会呢 凯西·彼得森是AOL的首席行销经理 我们收到很多的申请的简历 有美国学生也有中国学生 我们选择蒋思雨是因为他的技能组合 他进来这里经过面试表现很好 我们认为他的统计专业 对我们的团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职位是叫Search Marking Intern 然后他主要做的是 就是搜索引擎方面的一个marketing 当时我看他们这个job description的时候 就有看到说他们需要 就对数字比较敏感的人 然后又是运用在marketing方向了 所以我就投了这家公司 这是一个pay的事情 睡前的话一个小时事事八道 然后所以可以养活自己 还有剩余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边就 还比较喜欢这边吧 蒋思雨希望能够继续留在这家公司 成为正式员工 他对于自己第一份正式工作的期待年薪 是六万五千美元 当然这一切还是得取决于工作签证 是否能够顺利的取得 我不知道答案 我希望如果我们觉得 它是最适当的人选 我们可以走完所有必要的程序 把它留下来 在我身后的是美国气候战略中心 也就是一家NGO 所谓的非政府组织 在这里实习又是如何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张玉阳来自山东 今年五月份才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高级国际研究所毕业 专专业式能源政策 这个组织 它做的工作是跟中国的一些东西相关的 跟发展中国家相关 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以project为导向的工作 我第一个project做的是关于中国重庆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project 气候战略中心的营运经费来自于相关基金会的赞助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福坚强是这里的中国项目负责人 我们的工作与中国密切相关 所以需要对中国有相当程度了解的人 知道如何与中国人工作 同时又有在美国受教育的背景 这个机构规模不大 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 他们的交流很直接 不管是发邮件还是电话 还是就是面对面的交流 他们有什么问题都是很直接的提出来 不会可以说他们不懂得委婉或者是婉转 但是也可以说他们这是一种高效吧 托马斯·彼得森是这个机构的董事长 他很直率地告诉我们雇用中国实习生的感想 我觉得中国留学生来帮我们做事是一种利于弊的结合 比较不利的因素是他们不能了解我们工作深层面的细节 另外一方面他们带来了新的观点和想法 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看不到的 张玉洋目前实习的工资是每小时13美元 他期待第一份的正式工作能有年薪5万美元 我觉得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组织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组织 就是他人员上也不是特别多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 他们不会 他们赞助工作签证的这个 他们没有赞助过工作签证 就是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从来没有赞助过工作签证 因为我们的单位非常小 是有赞助的可能 但要看候选人来个案处理 也看当时我们的需求情形 来决定我们是否赞助这个人 实习是中国留学生 接触到美国职场的第一步 但并不一定都有工资可拿 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 进入自己喜欢的公司 建立人脉 然后成为正式员工 进而在美国安身立命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机会呢 以上是走进美国记者 有一名信尼的报道